6月,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,悍然越现挑衅 团长齐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,仅待几名官兵前出交涉 却遭对方蓄谋暴力攻击 齐发宝组织官兵一边喊话交涉,一边占据有利地形 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搏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,官兵们奋不顾身,英勇战斗 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外军溃步成军,抱头逃窜 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,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 团长齐发宝身先士卒,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,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 奋力反击,英勇牺牲 战士萧思远,突围后一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 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士王卓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 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